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一期卷发分享视频 今天会用到的工具是GHD的Creative One 我会先用Olaplex No.7给头发做一个隔热 这款发油我已经用了蛮多的 主要都是用它来给头发做隔热 我会集中涂抹在发尾的位置 接着我会用梳子把头发疏通 这是我最近新买的Wide Brush 五月爱用好 我分享视频里有跟大家提到说 非常喜欢那个迷你Wide Brush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就是正常版本的 平时在家用很方便 我来先把这个卷发棒预热起来 接着我会给头发做一个分层 第一层从耳朵这边分 然后把头发这样分成左右两边 我比较习惯从后往前卷 卷发棒竖着了 然后把头发绕上去 我会往前卷 同样卷发棒竖着了 靠近脸的部分我都会往后卷 这样交替卷出来的头发造型会比较灵动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就完成了 我大概会在卷发棒上停留个五秒钟的样子 第一层完成了 我会先把它扎起来 第二层我会从眉尾的位置往上做一个U型的分层 基本上每一层的左右两边 我都会把它分成三份 最后面一层是往外卷 中间一层是往内卷 靠近面部的部分是往外卷 把它先扎起来 最后一层是往外卷 最后一层同样是分成左右两边 同样卷发的方向是前后这样交替着 最后一层是往外卷 这样我们的造型就完成了 我觉得还是挺快的 我一枕头卷下来大概花了20分钟 出来的造型就是这种非常灵动的波浪卷发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如果你的头发颜色比我的浅的话 出来的效果应该会更好看 深色的头发做完卷发造型之后 不太容易能够看出它的这个纹理来 颜色比较浅的话 就会更加明显一点 全部卷完之后 会用手指这样剥开 这样显得头发更蓬松一点 OK那今天视频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